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大家平安 当我们在谈及某人时 该如何去说天主要我们说的话呢 让今天1月15日的每日圣言 陪伴你祈祷与反思 看人论人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一段圣言 那时候 洛汉见耶稣向他走来 便说 看天主的羔羊 除免是罪者 这位就是我论他曾说过 有一个人在我以后来 成了在我以前的 因他原先我而有 连我也不曾认识他 但为使他显示于以色列 为此 我来以水施洗 洛汉又作证说 我看见圣神 仿佛鸽子从天降下 停在他身上 我也不曾认识他 但那派遣我来 以水施洗的 给我说 你看见圣神降下 停在谁身上 谁就是那要以圣神 施洗的人 我看见了 我便作证 他就是天主子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 这一段圣言 我们每天接触 与交谈的人很多 有可能谈及到很多人 请问 你今天和某人 又谈论到谁呢 试着去想想 当你和某人 谈论这个人时 你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纯粹分享经验 还是表扬赞美 或是在八卦批评这个人呢 今天 不妨也问天主 你这样谈论他人 是天主喜悦的吗 在福音中 我们看到 习者洛汉跟众人论及耶稣 他的目的是为了为耶稣作证 因为这是天主给他的使命 是天主派遣他去做的 今天 我们可以向洛汉学习的 就是 如何用天主 给我们说话的能力 去说天主要我们说的话 而不是其他没有意义 或甚至是会伤害他人的话语 福音中 我们也看到 罗汉的忠诚和谦卑 对于耶稣 他说 有一个人 在我以后来 成了在我以前的 因他原先我而有 连我也不曾认识他 他虽然被派前要为耶稣作证 但他也很清楚 他对耶稣不够了解 他所说的有关耶稣的话 全都是经过圣神的启示 而非自己片面的见解 很多时候 当我们谈论或批评他人时 我们都以自己的立场为出发点 但我们真的认识对方 并了解对方的所有心思意念吗 如果我们发现 自己其实不了解他们 今天 我们可否也学习节制 不要传达有关他人 不真实或不完整的讯息 更不要以额传额 我们可以在祈祷中 询问天主 这个人对天主来说是谁 也让天主告诉你 他也是我的儿子 我的女儿 请品尝圣言 我也不曾认识他 但那派前我来 以水施洗地给我说 也在生活中火出圣言 用天主的眼光 看你身边的人 特别是那些难相处的人 并与他们和睦相处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圣神 请常提醒我 不要用自己的标准看人 但要用天主爱的眼光去看 阿们 这每日圣言启筒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呼你们 也愿我们向洛汉学习 用天主的眼光看人 只说天主要我们说的话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